我们同行祷告 主我们现在要来聆听的话语 愿你的话语亲自地来向我们阐明你的心意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你话语中学习到宝贵的功课 愿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帮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道救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 有个基督徒他很常发脾气 他因着他的脾气而造成有许多的问题 所以他就十分的懊恼 他就请了他一位的弟兄为他祷告 他就请求那个弟兄 就求上帝让他有忍耐的心 然后让他不要那么容易发脾气 那弟兄就为他祷告了 他就祷告说 主啊 求你赐给他患难 要这样祷告的时候 弟兄听到他非常生气 弟兄我不是请你为我忍耐来祷告吗 有忍耐吗 我不是叫你咒诅我啊 为什么你叫上帝给我患难呢 那弟兄说 我没有要咒诅你啊 因为上帝的规定的次序是这样的 圣经说 患难生什么 忍耐吗 所以没有患难 为什么要有忍耐呢 过去几个星期我们都看了路德记 上个星期我们进入了《撒姆尔记》上 我们看到以利他失败的家庭教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一章 就是哈拿的祷告 甚至一开始就讲到哈拿她所面对的问题 它就是不能够生育 没有孩子这件事情 对许多的夫妻来说 是一个在婚姻中的缺陷 夫妻可能常常为了要孩子而会争吵 加上家人啊 亲戚啊 每次看到你都会问你 哎呀 几时生孩子啊 结了婚那么久 还不生一个给你的公公抱一下嘛 这些都会造成夫妻很大的压力 都在哈拿的时代 没有孩子的遭遇是更糟糕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结婚就是要生子 如果丈夫娶你回来生不到孩子的话 基本上这个太太或者这个媳妇 在这个家里面是毫无作用的 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太太是多余的 第二 不能够生育 不仅是不能够让这个家有后代 自己更是会冠上咒诅的名号 因为大家认为 你不能够生就是一种咒诅来的 没有上帝的赐福 所以你就是带着咒诅进来这个家 让你的夫家蒙羞 然后再来 他就会受到家人和社会的鄙视或者恶待 身边的人都不会尊重或者善待这样的少把心 对他们来说 所以走在街上或者买东西的时候 你知道大家都是会以一个不友善的眼光来看你 哈拿的丈夫比利加拿还有另外一个太太 虽然圣经没有说明为什么 比利加拿还有另外一个太太 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哈拿真的生不到孩子 所以比利加拿才会去娶一个小老婆 来帮她留后代 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哈拿生不到孩子 小老婆比利加拿能够生孩子 所以她就常常欺负哈拿 特别每次上世罗献祭的时候 经文说她的对头比利加拿因耶和华不死 哈拿生育就常常惹她发怒 要使她生气 年年都是如此 每当她上耶和华的殿的时候 比利加拿就这样惹她发怒 以致她哭泣不吃饭 比利加拿跟哈拿做对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 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一直在跟她作对 一直惹她生气 与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会面对许多的问题 可能不一定是生不到孩子 可能是工作的问题 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或者真的像哈拿一样 常常面对比尼娜这样的死对头 可能是同事常常针对你 可能家人每次都跟你作对 或者你的邻居 常常把垃圾丢在你门口 这样的生活会好过吗 不好过 常常会令到我们很烦恼 会令到我们很难过 很压力 但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哈拿她不能够生育 圣经很清楚地说 是耶和华却不使哈拿生育 是上帝允许的 上帝允许让她不生育 也允许她被人羞辱 同样的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所有的遭遇 都是上帝促使她发生 或是上帝允许她发生的 问问大家 我们都是上帝宝贵的儿女吗 是吗 那是的话 为什么还要让那些灾难 临到我们的身上呢 上帝造这个世界 就是要让我们享受 他美好的创造和福乐 我们的受苦不是上帝创造的目的 上帝却允许我们受苦 其实是要在苦难中 让我们能够认识他 在苦难中经历他的真实 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他 这才是他的 让我们受苦的目的 所以我们眼前一切的难处 其实就是为了要提升我们的属灵生命 强化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因为上帝从来不随随便便做一件事 他也不会做错事 包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他绝对不会随随便便让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 因为这一切都有他的旨意 因为他每做一件事 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 而且是要赐福我们 就算他管教我们 都是带着那份爱 因为他就是要为我们好 可能我们当下真的看不到 我们也不明白 汉娜也一样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 她生不到孩子 她也不知道她的未来会怎样 但圣经让我们知道 上帝为汉娜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因此每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 我们要问上帝 主你要我学习什么 你要提醒我什么 求你让我明白你的心意 弟兄姐妹 上帝在后面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结局 目前我们还看不到 但是在患难中 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钻牛角尖 不要一直抱怨 一直消极下去 如果我们的生命 在苦难中一直没有学习到 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其实我们真的是 是白白的受苦 有没有人 要白白的受苦 我相信没有人要这样做 所以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上帝改变 好让我们能够明白 或者看到她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结局 在哈拿的困境中 还好她有一个很爱她的丈夫 每次献完祭过后 她都会拿两份的鸡肉给她 她难过到吃不下饭的时候 她的丈夫也尝试安慰她 她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更好吗 以利加拿对哈拿的爱真的是没有话说 可是她丈夫的安慰对她有起作用吗 没有哦 如果平常日子是看起来很烂的 但在苦难当中没有作用 虽然她知道她的先生很爱她 但是她还是很痛苦 从来基督徒 我们一到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做什么 祷告啊 对啊 祷告 所以哈拿吃不下饭 她就走到上帝的殿中去祷告 在摩尔纪上一章十节 这边说哈拿心里愁苦 她又痛痛哭泣向耶和华祈祷 然后十二节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 从这两节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哈拿祷告的态度 她来到神的面前是毫无隐藏 清新吐意地向她祷告 而且她是不住地祷告 弟兄姐妹 有试过不住地祷告吗 如果你是不住地祷告的话 其实这种就是一种真诚和迫切的心 所发出来的祷告 有个老伯伯他即将离世了 他叫了两个儿子回来 告诉他们说 我留了两箱的遗产给你们 遗产就埋在我们屋子的后院 那我死了过后你们可以去挖出来 不久后老伯伯就去世了 两个儿子他们就很兴奋地就开始去挖遗产 哇 挖了很久挖不到东西 大儿子就很气愤了 他就说 哼 我们应该是被那老头子骗了 我不要挖了 反正没有他的遗产我也不会饿死了 大儿子就走了 可是小儿子最近他生意失败 他很需要这个遗产 他没有放弃 他就一直挖 他就一直挖 所以最后他挖到父亲给他的遗产 弟兄姐妹 看看我们自己的祷告 我们是表面肤浅的祷告 千万不要误会 表面肤浅的祷告 不是指你祷告的内容或者用词的简单 而是指我们祷告的心态 我们的祷告是否是让上帝听了就像这样呢 哎呀 你要给也可以啦 你不给我也可以靠我努力的啦 跟你祷告交代一下 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内容的祷告 用词可能一点也不优美 但是确实真的是发自内心深沉的祷告 如果我们真的渴望上帝你要成就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很迫切很认真的祷告 在哈纳的祷告中 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在他祷告的时候大祭司看到了 大祭司看到哈纳的嘴一直在动 他又没有声音哦 因为刚好那时献完祭大家都在吃喝嘛 他就以为他喝醉酒走进来店里面 然后就骂他 你要醉到几时呢 不要再喝酒啦 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身边的人不了解就算了 最怕遇到那些像YES的人 常常帮你分析头分析尾 最后不但没有安慰你 还要误解你 甚至责备你 如果是朋友的话 你可以当他说啥话最多不要理他 unfriend他 但如果是家人的话 内心是很痛苦 如果你有一天被牧师误解的话 我相信你的信仰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 身为教会的牧者 身为领袖组长们 我们说话真的是要很小心 求主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 让我们看见敏锐他人的需要 让我们能够说出智慧的话 常常说出造就人的话 而不是绊倒人的话 不要像以利这样 看到人在祷告以为他在喝醉酒 当然如果牧师曾经有对你说过一些 就有令你难受的话 我真的是要在这里向你道歉 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做领袖的 真的是学习这个功课 Hannah面对于利的责骂 她就解释说 我主啊不是这样的 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 清酒烈酒都没喝 只是在耶和华面前 清心吐义 所以不要将你的使女 看作不正经的女子 我因极其难过和生气 所以一直祷告到如今 看她向上帝真真实实地 说出她内心的感受 她这样拨切地祷告很久了 最关键的是 她的祷告是从自我中心 转为以主为中心 因为深入的痛苦 使Hannah能够进入一个深入的祷告 以致她的祷告能够触摸到上帝的心 所以她许愿说 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坚固你的使女的苦情 坚恋不忘你的使女 是你的使女一个子嗜 我必使她终生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刀剃她的头 我相信Hannah一开始的祷告 一定是求上帝你赐我一个儿子 这样我就不会被那个丙尼娜 看不起羞辱 我也希望我儿子能够长大 能够成龙成凤 一般我们也会做这样的祷告 往往我们的祷告都是很自我的 由始至终都是为了自己 为自己想要的需要的祷告 其实没有问题 只是上帝不要我们一直停留在这样的祷告中 要像一个baby 他每一天的想法 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是为了他自己的 饿了就吵着要喝奶 大小便弄到不舒服 他就吵着你来帮他清理 那他渐渐长大过后 他会开始顾及到别人 有好吃的东西 他会跟爸爸妈妈分享 再大一点 他会教同学做功课 然后他会体贴他的老婆 他也会去帮助弱势的群体 等等 所以哈拿祷告了很多年 上帝一直没有给她孩子 直到她的生命被改变 直到她明白了上帝的心意 她才会做出那样的祷告 上帝你给我孩子 我就把他全然献给你 按照历历典章 只有立位支派的立位人 才可以成为祭司 或者侍奉上帝 其他支派要成为祭司 你必须要向上帝 许一个特别的愿 就是成为哪些人 所以哈拿向上帝祈求 上帝你若赐给我一个儿子 我就向他献上给你 成为哪些人 这是与上帝为中心的祷告 因为他仿佛知道上帝要什么 如果我们看看整个事实的时代 我都一直在提的 就是个人都任意而行 没有人要敬拜上帝 大家都得罪上帝 然后大祭司和他两个儿子 上个礼拜我已经说了 整个祭司家族里面 没有一个像样的 全部都是不合上帝心意的领袖 而且上帝颁布了哪些人 这个条例已经三百多年了 有几个人出来 有一个 那个人叫参孙 但是坐到一半收当了 所以实际上来讲 没有一个 所以当上帝看见他的子民 没有一个愿意 献上给他来使用 你觉得上帝会心痛吗 他拿她面对到比尼娜的羞辱 她仿佛能够体会到恶者 其实仿佛也在嘲笑着上帝 你看那么多人跟我 有多少人跟你 你的百姓都跟我 所以弟兄姐妹 你能够触摸到上帝的心吗 当我们祈求上帝 医治我们的病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到 求上帝医治我们灵里的病 我们看到儿女叛逆而心痛 我们是否感受过 上帝看见他的子民 背叛他而心痛 Hana 她的祷告 触碰到上帝的心 她没有白白受苦 她在受苦中 跟上帝非常地连接在一起 所以盼望今天我们的祷告 是从我们的需要 转为与上帝为中心的祷告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必定会大大的赐福于我们 从耿古旧约到新约 他的应许都没有改变过 还记得主耶稣说什么吗 来 我们一起来念 请中文的先 来 一 二 三 你们要先守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是上帝的应许 所以最后一点 Hana 她祷告的结果是什么 她祷告完了 圣经说 于是妇人上路去吃饭 脸不再带忧愁 愁容了 为什么她祷告过后 她有胃口吃饭了 也不再忧愁了 是不是上帝立刻让她怀孕了 她祷告的事成就了没有 成就了吗 还没有哦 那为什么她的心情 一百八十度转变了呢 她甚至没有被大祭司以利的话 来影响她 她只专注在上帝的身上 因为当她进入深层祷告的时候 她明白了上帝的心意 她也能够完全地交托 我知道很多人祷告过后 她的内心还是很不平安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 我们还是很担心 那是因为我们不肯放手 你不肯放手就表示 我们对上帝的不幸 弟兄姐妹 你相信全能的上帝 能够帮你搞定这一切吗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不管你怎么祷告 不管你请多少人来为你祷告 其实都没有用了 因为你一直抓住 你都不信 如果你相信上帝能够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你就要学习放手 完全交托 当你愿意完全交托的时候 上帝他才能够做奇妙的工作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拿着那个东西 上帝怎么去做呢 所以哈拿她学习放手 上帝赐给她一个儿子 叫撒摩尔 如果你是哈拿的话 你舍得奉献吗 我们常跟上帝说 上帝若你成就我的祷告 我就怎样怎样给你 但是很多人 上帝成就了他们的祷告 然后他们就忘了一干二净了 就开始舍不得了 就开始不愿意了 然后就有很多借口了 不少的基督徒 他们常常骗取上帝的祝福和帮助 开空头支票给上帝 弟兄姐妹 有开过空头支票给上帝吗 你向上帝承诺的你有兑现吗 其实哈拿大可以说 上帝不是我不要给撒摩尔你 你看那大祭司 老到猛醒醒了 然后我在祷告他讲我喝醉酒 这样的人我哪里放心 给他教我的儿子 然后你在看以利的那两个祭司儿子 哇 又贪婪又好色 如果把儿子送进去 不是送羊入湖口 如果我不是学坏了 然后我的儿子会变坏了 哎呀 上帝你懂的啦 我不把上帝我献给你 你明白了 他可以有这样的借口 听起来很有道理 如果给你的话 看到大祭司这样 你敢送过去吗 现在不是送破儿所这样子送吗 是你真的是一年 一整年都把孩子放在那里 你只能够见他一次而已 你敢献啊 让哈拿做什么 既然上帝已经信实地成就她的祷告 她也守她的诺言 上帝你给我儿子 我就完全地献给你 不管那个祭司有几烂 不管整个祭司家族的 整个气氛有多糟糕 你要我献给你 我就献给你 你要知道 哈拿当时献撒母是 献她唯一的儿子 可是你会说 OK啦 她求儿子上帝给了她吗 至少她不会再被看不起 和被羞辱了 而且一年还可以见儿子一次 OK啦 公平吗 公平啦 那你觉得我们的上帝 就是这样吗 你以为我们的上帝 他真的是要你的东西吗 其实他真正要的是 我们的那颗心 如果我们的心 是向他毫无保留的话 他也会对我们毫无保留 哈拿只向上帝求一个儿子 他也把那唯一的儿子 献给上帝 接下来怎样 上摩尔记上二章二十一节 耶和华 坚固哈拿 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那孩子撒母在耶和华面前 渐渐长大 哈拿向上帝求一个 她完全毫无保留给了上帝 过后上帝给回她五个 弟兄姐妹 当上帝的祝福要 轻负于你的时候 你挡也挡不住 哈拿向上帝 献上她唯一宝贵的儿子 所以上帝就给了她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所以上帝要赐给我们 是超乎我们 所求所想的 阿们 那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 我们有没有明白上帝的心意 在我们当中 可能我们有 一些人像哈拿 面对人生的苦境 很痛苦 被羞辱 那我要告诉你 爱我们的主耶稣 他非常爱我们 他非常爱你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他一直都在你的旁边 他希望你明白他的心意 他知道你很痛 但是他已允许 这些痛在你的身上 因为他要你改变过来 当我们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白白的受苦 虽然当下我们看不到未来 当每次我们看到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工作的法则 所以我们要效法 他们这些如此 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 如何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学习哈拿的祷告 以真诚的心迫切的心祷告 然后把自我中心 转为以神为中心的祷告 然后祷告过后 放手交给上帝 期待祂美好的祝福 临到你的身上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我们同心祷告 祝我们感谢祢的话语 每次都是那么真实地 触动我们的心 我们特别要为着 在做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 愿的话语成为他们的安慰 愿的话语成为他们的帮助 愿的话语成为实际的经历 能够经历 像哈拿一样的经历 从祷告中开始 真诚迫切地向祢祈求 也在祷告中转化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祢的心意 so that we may understand your will 愿我们相信 主祢有美好的计划 让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会有主祢向头来的平静和安稳 愿你顾念在困苦中的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你也要赐福他们 那现在求你赐给他们力量 面对他们现在的困境 愿的圣灵常指引他们 随听我们祷告 送主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Amen Amen 感谢您的观看 和您的观看 我们的思想